我們有時候會看到藝術品賣出天價的新聞 像是畢卡索的作品拍出了29億台幣 或是《奈良美智的小女孩》以7.6億成交等等 為什麼一張畫或是一個雕塑會賣到這麼貴呢? 有錢人到底在想些什麼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 《藝術品為什麼賣那麼貴》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我想應該很多人對藝術品都有一種高攀不起的印象 那會有這種印象,應該跟他們屢創新高的價格脫不了關係 像是許多知名畫家的畫作,價格都是幾億幾億才算的 那我們自己看到這些天價的時候,也常想說 為什麼一個藝術品可以賣到這麼貴呢? 因此今天我們就要來跟大家介紹 這些天價到底是怎麼出現的? 以及這些價格有沒有判斷依據? 還有為什麼會有人願意花這麼多錢? 不過在開始之前,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最近,我們公司的團隊 正在嘖嘖上面進行一個募資計畫 而這個計畫是想為台灣的孩子們 量身打造一套專屬的在地原創教材 這主要是因為我們身邊的朋友們 有越來越多人開始結婚當爸爸媽媽了 但大家有一個很大的困擾,就是發現 欸?要找到一個符合實際需求 內容跟價值觀都讓人完全放心的教材 竟然這麼的不容易! 所以我們就開始思考,如果找不到 那為什麼不自己做出來呢? 於是,我們設計了這套忙狗狗素養教育學習箱 以情境式學習的方式,為孩子打造專屬內容 包含像是主題、畫面的呈現 都跟台灣的生活息息相關 而無論是角色設計、配色、文案、劇情、導圖 畫面裡面每一個在地文化小細節 都有團隊滿滿的愛! 那我們希望能讓更多的孩子 使用到這個完全原創 而且充滿在地精神的教材 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支持這個 台灣的幼教集資計畫! 目前在國際市場上,最貴的畫作是 達文西的舊市主,價格高達台幣130億元 只不過大家應該會有點疑惑 為什麼達文西最貴的畫 不是他最有名的畫作《蒙娜麗莎》呢? 這其實是因為,我們看到的這些天價 通常都是所謂的拍賣價 有人透過公開競標、得標之後 我們才能看到,原來有人願意花多少錢來買這幅畫 但像是蒙娜麗莎這種已經被收進博物館 而且通常也不會再被公開出售的畫作 它的價格就不會有一個具體的數字 我們只能夠推測說,它如果現在被拿出來賣 一定可以賣超過130億 因此,這些拍賣價也成為了 我們可以一窺知名藝術品 可能值多少錢的方式 只不過這幅舊市主,在2013年的時候 成交價其實還在38億台幣而已 沒想到這次就暴漲到130億 這就讓人很好奇說 拍賣的價格為什麼可以飆得那麼高呢? 不過,要了解這件事情之前 我們可能得先來看看,藝術市場是怎麼運作的 大家常常在新聞上看到這些天價的時候 可能會誤以為,藝術品大多都是高攀不起的價格 但實際上,藝術家剛創作出作品的時候 大多數都會先賣給固定合作的藝廊或畫廊 再由畫廊轉賣給消費者 而這個時候的價格,通常會是相對親民而且可預估的 這些常常買畫的消費者,也會被稱之為收藏家 他們會買畫,有時候單純是因為喜歡 但很多時候也會抱著投資的心態 例如,他覺得這個藝術家很有潛力 他可能就會先把畫買起來 等這個藝術家真的成名了之後 再把這些畫拿出來拍賣 而這個時候的成交價格,就是我們剛剛說的拍賣價 因此可以讓拍賣價屢屢創新高的一個重點因素 其實就跟我們剛剛說的投資有關 大家普遍認為,藝術市場會熱起來 其實跟1990年代的日本很有關係 則在1980年代的時候 美國華爾街的熱錢就開始瞄準藝術市場了 當時許多企業跟投資人都覺得 股票跟房地毯能賺的錢已經不足以滿足他們了 因此他們開始尋找新的標的物來投資 這時,藝術品就進入到他們的眼中 許多企業都開始購買藝術品來保值 特別是在1987年,販股的向日葵 以2470萬英鎊,被日本的財團拿到手之後 整個市場就都不一樣了! 在1986到1990年的這五年間 是日本泡沫經濟的時期 他們有大把大把的錢 在世界各地狂買地、蓋大樓、投資設廠等等 花大錢買藝術品,對當時的日本財團來說 不僅是一種投資,也是在向世界宣告說 日本的經濟正在飛速成長 雖然日本的經濟也在1990年因為泡沫化而崩盤 並且到現在都還沒恢復 但當時他們不斷撒大錢買作品的這件事 也給了藝術市場一個全新的概念 那就是原來藝術作品可以賣到這麼貴 藝術作品也是一個很好的投資 那為什麼藝術品可以成為一個好的投資商品呢? 這其實跟藝術品獨一無二的特性很有關 公認最大間的頂級畫廊高古萱的老闆 拉瑞高古萱就曾經說過 其實沒有人是真的需要一幅畫 畫商的工作,就是為畫作創造價值 並且讓大眾共同相信這個物品價值 而這個價值值的也不只是金錢而已 它可能同時是社交的籌碼 舉例來說,如果你是一個有錢人的話 其實要買到豪宅、遊艇、跑車都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名畫就不一定了 因為名畫的數量是有限制的 要能夠得到這個限量的名畫 除了錢之外,也跟人脈很有關係 而對一個默默無名想要抽名氣的有錢人來說 在配賣會上面砸重金買一幅名畫 就是讓自己聲名搭造的機會 甚至有可能因此踏入上流圈,獲得更多人脈 在大家都認同藝術品的價值 甚至真相投入之後 這個市場也變得更熱了 有時候,甚至一件藝術品的投資報酬率 會超過100% 舉例來說,像是長玉的吳羅女 在1993年首次進入拍賣市場的時候 成交價是台幣410萬元 但在2019年的時候 拍賣價格已經飆到了12億才成交 這個成長超過了300倍! 雖然說,在拍賣場上的價格 許多已經達到了無法理解的程度了 但哪些作品有資格被拍出天價 還是有機可循的? 首先,作品值不值錢 一定跟作者有非常強的關聯性 像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達文希的救世主 他曾經一度被認為是達文希學生的作品 因此1958年的成交價只有台幣2400元 但在2005年的時候 被學者鑑定為達文希戰績之後 下一次的成交價就漲到了台幣38億元了! 再來,如果這個作品跟藝術家的人生的重大轉折有關 也會特別值錢 像是淡洋美智的溫室女孩 這幅畫的創作年份剛好是她到德國求學 畫風轉變相當關鍵的一年 因此這幅畫就有了特殊的藝術價值 另外,藝術家的經歷也會對價格有所影響 像是如果某個新銳藝術家的作品得到大獎 或參展了某個重要展覽的話 那她的其他作品們也會跟著漲價 而且在作者之外 作品本身的技法、尺寸、學術價值、歷史等等 也都是影響價格的重要因素 只不過,在這些因素之外 還有一個是大家比較不容易想到的 那就是民族主義 在藝術市場裡面 其實民族主義也在這中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而中國就是最常被拿出來討論的例子 當中國經濟成長之後 中國藝術品的價格就提升到過往從未想像的地步 像是張大謙的拍賣價格 在2016年就超過了皮卡索 成為全球藝術品成交金額最高的藝術家 而且根據報導 去年拍賣總成交價格統計中 前10名價格很高的藝術家 就有一半是中國藝術家 這個現象當然跟中國的收藏家很有關係 對他們來說 購買中國藝術品 除了是對自我文化的認同跟喜愛之外 也是一種國力強盛的象徵 一方面證明中國人有錢人越來越多 一方面也想要證明 中國的藝術值得這麼多錢 而整體的藝術市場 在中國收藏家大規模進入之後 成交價格也更往天價的方向 一去不復返了 但對於這樣的狀況 藝術家自己也有不同的看法 在藝術家中 對於這種藝術品屢屢創新高的狀況 其實也有不同的立場 像是對於以鯊魚標本著名的達米恩 賀斯特來說 他就滿喜歡自己的作品能夠拍賣出高價的 他甚至想說 如果畫廊賣作品給藝術家的價格 是這麼固定的話 他幹嘛不直接把作品給拍賣行賣呢? 因此他現在也會把剛做完的作品 直接交給拍賣行來拍賣 讓藝術家們喊價 他就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不過像賀斯特這樣 直接把作品送上拍賣的藝術家 還是不常見 大多數拍賣市場的作品 還從收藏家手上拿到 因此也有部分的藝術家認為 這樣子賺錢的只有中間而已 他們根本沒有獲得什麼好處 另外也有藝術家 對於拍賣市場的高價很感冒 像是羅馬尼亞的藝術家 亞德里安·格尼就曾經說過 他真的沒有辦法 在每次走進畫室的時候 看著畫布想說 嗯...這件作品值100萬美元 他甚至認為市場中的炒作 已經影響到策展人 還有藝術評論者對他作品的評價 很多人因為拍賣廠商的價格 而認為他是投機炒作的藝術家 因此不相信他作品的內涵 這對待他來說其實是更大的傷害 另外也有一些畫商也表示說 藝術品的價格衝太快其實很危險 雖然作品的價格飆高 代表畫廊有更多的操作空間 但是如果被炒得太高 也會發生泡沫崩解危機 我們在研究完這個主題的時候 真的是大開眼睛要想說 哇,原來藝術市場是這樣子在運作的 但因為這些天價真的太高了 我根本不需要考慮我買不買得起 所以這些價格好像只是在幫助我知道說 原來在藝術市場當中 哪些藝術家或是哪些作品 是很有名很受關注的 因此這個議題對我來說 比較像是一個話題 只不過對於藝術家來說 他們就無法這麼的置身事外看這件事情 雖然表面上這些天價藝術品 好像會讓許多人覺得這個市場有利可圖 因此願意投入這個市場 買藝術品的作品 看起來似乎對藝術家很有利 但這些好處很可能僅限於有名的藝術家而已 因為實際上能夠賣出超高價的作品 只佔很少很少的部分 甚至不到全部藝術品的1% 但這些高價的藝術品 卻會讓一般人產生藝術作品就是很貴 藝術家就是在戀財的誤解 而不願意接觸這個市場 特別是在台灣這樣相對小的市場裡面 許多剛起步的藝術家 就很難找到人買他們的作品 這也會讓他們生存變得很困難 因此天價藝術品對於部分的藝術家來說 很可能會成為一個沉重的負擔 影片最後,我們想要來問大家 你對天價藝術品有什麼想法? 果然是有錢人的遊戲,跟我沒什麼關係? 終於明白裡面的操作模式,出乎意料的很好玩? C. 如果有錢,也想試試看操作藝術品投資? D. 藝術品成為延伸性金融產品 是藝術產業敗壞的根本? 以其他,留言跟我們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藝術品為什麼這麼貴?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大英博物館其實是強盜》 以及100年前的台灣藝術家如何熱血的開創新時代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